作演员有不老的红色经典董存瑞存世 作导演有首开南国都市系列先河的旗帜性作品 亚马哈渔大 有勇闯禁区的典范之作少年范的横空问世 张良将人生活成经典 2018年4月的广州空气湿润万目葱隆 年已85岁的张良 从演员到导演从已70年 以往昔仍旧深情款款 虽然老人已不负当年饰演董存瑞时的英俊 但他留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却是充满活力永远年轻 为了新中国前进的经典台词 也将永远回荡在中国的电影史册之中 董存瑞当之无愧的新中国的红色经典 董存瑞的扮演者张良 本西夏马唐人 1948年辽东大山深处的夏马唐 一派欢乐的气氛洋溢在千家万户 东北野战军独立 208师的宣传队在小镇上排演着小秧歌剧 人们感受到了新时代新气象 一来了以后演了三台大戏 《雪泪愁》《白猫牛泳贵妇上》 一连三天把我们408巷的村全搞疯了 尤其我们这些孩子天天的趴在舞台上看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动了一个心 我要参军 我要参加宣传队 我要去演戏 那这个时候我姐姐我母亲全把我拦着抓住了 这次没走成 到了1948年春天 八路军又来了 那接受前年的教训 前年没走成是保密做的不够 今年我要走 我就得要做好保密工作 怎么做 改名 我就找了一个我代科老师 代科老师 就你要改个什么名字 我说你赶紧给我改一个 让家里让乡亲谁都不知道的 我偷偷摸摸的参决 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 他想了半天找了一本字典 你闭着眼睛点的 点到哪个是哪个 我就摸摸 摸住停住了 他说真言吗 不变了 不变 我一看张良 哎呀我说这名太好了 张良就叫他了 我说保密啊 我偷偷摸摸的找到了宣传队 那么他们很喜欢我 一看一笑 那个时候俩九屋 队长和制造员都喜欢 啊就你了 就这么改了个名 朝鲜战争爆发后 张良作为文工团员 马不停蹄的参加战地宣传 为志愿军战士们演出新编的歌曲和快版书 18岁的他在战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等到一九五一年的四月五月 飞就是我们这个军的战斗检员快一半了 这才下令回国修城 可这个时候华北军区文工团就现在的北京军区 到我们的部队来挑演员 把我挑中了 还挑中了一个跳舞的 后来我是老战友了 还有个高美术的 那么这个时候1955年春天 长春电影制片场要拍董存瑞 董存瑞一定就是重点剧 要全国挑演员 那郭伟导演就说 那我不能舍尽求援 我先去北京找 一听说华北军区文工团正在演战线难以 他就看了 他看戏的过程当中 就注意了我 他就找到我们团长 了解我的情况 团长就给他介绍 十年 国家电影局决定将董存瑞形象搬上荧幕 台下的郭伟被张良那机灵俏皮的模样 和丰富的舞台经验所吸引 这样的一个灵气活现的男孩 是扮演董存瑞的绝佳人选 于是决定带回电影厂试镜 那么试了镜头 试了镜头 就是拍几个片段 搞一些录像 供领导审查 等到大荧幕上一放 我傻了 我说这就是我 哎呀 那个时候了 我就感觉我自己又瘦又小又难看 我说这哪是我心目当中的董存瑞啊 这不是战斗英雄 这是嘎小子 农村嘎小子 我就跟领导说 我说我不敢了 我们的任务 我们解放军文艺工作者的任务 是塑造英雄形象 魏兵服 绝不能歪曲英雄形象 现在是看了一样片 我觉得我 如果任何演董存瑞 那就是歪曲了董存瑞 我这一说 这导演啊 党委啊 全杀了 这党委就 郭伟 去做张良的工作 郭伟就来了 怎么回事 你当了这么多年兵 你演了这么多年的戏 你还到部队去生活了 你看到我们部队的英雄战士 哪一个是那么高大 那么完美 有没有 都不跟你一样吗 普通义兵 他就告诉你 我们这个戏 就是要跟过去不一样 不是演那个高大拳 天神一样的 绝对不演这 不做成这样的事 我们就要做到一个普通异病 这段谈话终生难忘 给我奠定了基础 扭正了我的那种错误的认识 好像英雄就是天神 张良 张良成功扮演了董存瑞之后 马上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 也收到很多人的来信 来信大都是鼓励和赞扬的话 只有一封信毫不客气的批评 批评张良演了董存瑞后 骄傲了 谁在批评张良 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王敬珠 他们互相认识 后来还成为了最亲密的爱人和终身伴侣 我就说过 我说张良在那里演完董存瑞 是不是有点骄傲了 这小子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我说听说那个观众的信很多 他的信多到什么程度 用麻袋装啊 用一麻袋一麻袋装 装了以后自己没时间看 分给大家看 我想这个演员快乐 所以我就给他写了这封信 就是我那个时候非常尖锐地 给他提出来 你要当信了 那据他们说呢 张良收到这封信之后呢 因为他信太多了 都人家猜信 满搜搜搜的人都猜信 人家一猜一封信 哇这封信才怪了 好像那个蛮信都是批评你的话 这才引起他的注意了 拿了这封信 这封信谁写的 你们说说 然后那个看信的人说了 这封信就是 八一场王静珠 他一说王静珠 把他写一票 就这个人啊 赶紧把信偷偷拿着 拿了晚上就偷偷地看信 他自己说看信看得脸红脖子 脸红而尺 因为说到他心里去了 说到他心里去了 这封信呢只是一个个友谊的开始 后来没想到 刚三天来信了 写了很长很长的信 说他自己 就是说没有一个人给他提过 我就感到我自己啊 好像很勇敢啊 而且他很虚心 之后呢我们俩就通信了 真是通了一年的信 没见过面 一直到五七年的六月份 也就是说我们一年以后 也是六月 他到北京来休假 这才见了面才摊了牌 董存瑞形象的成功扮演 让张良感受过一般人无法企及的风光 也让张良成为了扮演战士的专业户 1957年文化部评选1949至1955年优秀影片中 张良凭借董存瑞中的突出表演 而获个人一等奖 1962年在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 张良以很高的选票获得最佳男演员奖 在颁奖大会上 周恩来总理还亲切的对张良说 你演的像个战士 奖品则是由老舍先生提字被镶在一个大镜矿里的奖状 气壮坚酸男儿斗志昂 兜夸哥俩好 英胜汉张良 这是老舍先生写的词 这是讲座 郭木洛旁边提词 到了晚上 周恩来总理和陈一副总理要和我们照相 大家都把座位空进来最当中的位置 要让总理做 总理拿一副风发 今天是你们的盛会 我和陈老总是来向你们祝贺的 你们应该做当中 谁敢做 总理不做谁敢做 后来总理说 这样吧 谁的岁数大 谁做当中 大家就算了 最后杨晓忠岁数比总理大两个月 杨晓忠岁数大 我怎么会比你大两个月呢 我还觉得我比你小的 总理说 白白白 你比我大两个月 你也是老大哥 你做当中 我和陈老总 是祝贺你们 我们俩坐两边 这周恩来总理就一把拿着 小张良子俩坐这 他就坐这边让我坐他边 我哪敢呢 我说我这总理 你老人家赶紧坐里边 他不动我 劲儿大 把他抱到这个位置 多难忘 1949年 把我戒掉到八一电影制片场拍战上海 排完了以后 留意了 不走了 正式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场演员聚团 就当了我的演员 演兵的专业活 张良在临海雪原饰演警卫员高波 在三八线上饰演志愿军战士小不点 在碧空雄诗中饰演战士李二娃 在《鸽梁好》中分饰陈大武陈二虎两绝 在《战上海》中饰演战士小罗 在《打击侵略者》中饰演班长丁大乐 《斗杀》中饰演战士郭东山 1979年在电影《挺进中原》中 实验炮兵营长张震山 这成了张良演艺生涯中的绝想 之后 张良的艺术之花开始绽放在导演的舞台上 恰在此时 竹江电影制片场文迅赶来 挖他这个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代名演员 张良因而来到了广州 现在来看张良的这个选择 可清楚的看到张良对艺术的执着和人生的信念 第一个戏就是淘金的斗杀 让我做他的副导演 演其中的一个侦察派长 但是一看一样片杀了 这还是我 年岁大了 身体也发胖了 根本就根本不是我演董崇瑞演歌良好 演打击齐了时候那时候的精神面貌 下军心不再演戏了 留点好印象给观众吧 要不观众老师 那这还是张良嘛 不演了我的下军心要改号 谁也没逼着我改号 是我自己逼着自己改号 四月 逼着我要走一条新路 这时候就和老伴就上来怎么办 换路子 做导演 导演 那么容易 说着开玩笑 导演那么容易 那个时候一个规矩就是说 你不是导演你想干导演 谁都不会给你剧本 这样我们就王静珠提出来 走 我帮你写剧本 到我家乡去 找我们熟悉的生活 直到苏州生活了几个月 采访了刺绣平台里的这些经典故事 写了梅花剑 1980年 张良和夫人王静珠到苏州体验生活 一年半的时间里 他们共同创作了剧本《梅花金》 张良希望剧此开拓当导演的新路 梅花金小了 单位通过了 他们还很高兴 那我信心十足 我说那导演就是我了 领导对我自己真是好 你是一个好演员 我承认 但是你不一定是好导演 你没导过 你驾驭得了吗 钱 一百万 那时候只钱的一百万不得了 到你这你给我全夸了 怎么办 回去吧 我说不干 跟党委啊跟厂长啊 那是摆开了揉碎了 我说给我一次机会 拍好了 啊 我再干下一部 拍不好了 回去团 你叫我干什么干什么 最后《梅花金》拍成 送到电影局审查 顺利通过获得好评 又把电影送到 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间参战 获得了国际荣誉奖 这个时候领导笑了 张良可以啊 你想得可以 那是朱莹第一次得国际奖 《梅花金》的成功 让张良坚定了成为导演的决心 而此时她的内心深处 正在酝酿一个具有画时代意义的 现实题材作品 第一次表现个体户的电影 《雅马哈》一档 来 马上就吃 来 上等一会儿 来 上等一会儿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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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口水了 大手喝 《雅马哈》一档 《雅马哈》一档 可以说是张良导演生涯开创南国都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奥朗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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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泼真是感人 这是南国都市片 新的南国都市片 所以这部戏被他们评为 就是《亚马哈遇荡》 是南国都市片的举骑之作 张良是个非常豁大 是个有胸怀的导演 他们那么敬业 每天很晚睡觉 要分镜头 这个片子不是非常偶然出现的 一定是熬出了很多心血 辛苦 劳动 有很大很大的付出 他对这个组织影片的 就是你没看我们亚马哈渔荡的纵深 就影片的纵深 这种大量的信息量 他能从后人传到前头来 这种生活的气息 这种人群的流动 这种滴的菜 滴的小孩 抱的小孩这种穿插 当时拍完这个戏 全国非常的红 走到哪儿人那都不得了 他是有追求的人 他是敢于挑战的人 我说咱俩 你是扛着三班船 三班 去寻找河流的人 他对80年代初 在广州出现的 个体经济 其实个体互乱 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 个体经济实际上就是民营经济 他充满着热情 亚马哈渝当后来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二等奖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奖 在广州首轮连映20天共900场 观众高达65万人次 经全国广大观众投票 张良的大名荣登新时期影视十佳导演的金榜 张良由此成功转型成为了导演 并开启了南国都市电影的先河 之后又连续拍摄了反映深圳改革开放大好形式的影片 《女人街》和《特区打工妹》 刮起了一股南国都市电影的旋风 记录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步伐 正是出于这种对艺术的理解追求和坚持 张良创作的一系列南国都市片 不仅题材超前大胆 就连制作过程都是当时北方的导演所不敢想象的 除了对改革开放的展现外 张良也很关注社会问题 关注青少年的教育问题 把对于电影探索延展到社会问题上 把社会问题放在公众平台上去呼吁 在当时来说 这份担当和胆量是张良内心那份良知和责任所造就的 现在人们仍记忆犹新的《少年犯》 是当时的一个禁区题材的作品 这个《少年犯》一派 引起了几大的活动 包括国际上 报纸都等了 因为这是中国开放改革的一个象征 第一次描写监狱了 第一次公开让牌监狱的内部情况 这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 第二个就是 用少年犯来演少年犯 这是个创决 从古到今 没听说我谁不肯看 1985年11月23日 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首映时 九名犯罪少年当庭释放 全国轰动 很感人 少年犯随之迅速走红全国 后来得了政府奖 百花奖 还有国外的大大小小十几个奖 张良指导电影的成功 除了天时地利多种因素外 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影片 无不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既记录了广东排头兵的引领作用 又有着浓郁的岭南文化特色 这是张良的电影 被冠以南国都市片之名的最重要的原因 张良的艺术生命在导演的路上 一直延长到1996年 此时张良已63岁了 张良老了 但他的艺术不老 2010年12月31日 张良获广东省首届文艺终身成就奖殊荣 在张良从艺60周年时 广东举办张良电影回顾周 每天播放一部张良主演或导演的优秀影片 今年是张良导演从艺70周年 总结自己成功的秘诀 老人家说只有一条 向生活学习 我们每一部剧都要到生活里去 到生活里真正感受了 激动了 这才懂 关注新时代 关注新生活 欧哥新时代 欧哥新时代 这些影片都是我们自己 这个一部剧 张良 张良历时70年的艺术人生 就是中国大地上收获的饱满的骨碎 变回来 成功能 感谢观看